体内环保 体内环保是一种回归自然 预防疾病 促进健康的生活观念 而排毒就是促进体内环保的第一步 为什么我们生活中会有毒呢? 因为空气污染 不当的食品添加剂 以及环境荷尔蒙 无时无刻不影响你的生活 就算你是一个入重健康饮食 定期锻炼的人 还是避免不了生活环境中的毒素 例如油炸食物当中的丙烯鲜胺 不当食品包装的双分A 还有油漆、化妆品、清洁用品当中的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等等 这些有毒物质会影响内分泌 免疫、生殖以及代谢的作用 所以我们要多从食品、运动 以及饮水三方面来排毒 食品方面多选择有机食品 尤其是可以帮助排毒的食物 像是十字花科蔬菜 例如花椰菜、小白菜 以及大蒜和洋葱 均衡的饮食是解毒的关键 另外排汗也是很好的方法 透过加重呼吸、加速流汗和促进代谢的运动 可以有效地排毒 经常去三温暖也可以促进排汗、释放毒素 再来是有效饮水 一天喝2000cc的水分 能够加速身体的新陈代谢 维持正常的脑部运作和身体平衡系统 同时将重要的养分、矿物质和维他命带到器官 除了外在的行为 也要多关心为你解毒的身体器官 肝脏最重要 负责分解毒素 如果肝脏不好 有毒物质就会在血液中循环 肾脏是另一个具有解毒能力的器官 负责排泄废物 此外 皮肤也具有化解毒素的能力 能够保护我们的身体 防止细菌入侵 注重体内环保 透过生活习惯的流液 可以让你的身体更健康